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依靠着墙睡的 估计这是他们平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难受的睡觉 第二天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换成了轿子 轿子的通风条件要好于马车 龙玉皇后等人依旧是乘坐马车 然而都说天有不测风云 下面的时候 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 把一星人全部都淋成了落汤姬 在狂风大雨面前 马车也无法完全遮挡住雨垂的侵入 当天晚上 一星人住在了附近的冰营 但是身上的湿衣服却不能脱 因为没有携带换洗的衣服 所以当天晚上 慈禧太后和龙玉皇后 这些慧族妇女们是穿着湿衣服睡觉的 尤其是 鞋里面的湿袜子 更是让人极度的不舒服 然而 乌漏偏逢年夜雨 在第三天的下午 就在众人的湿袜刚刚干了之后 天空再次下起了倾盆大雨 而且雨是比前一天的还要大 大雨下了有两个小时 所有人再次被淋成了落汤姬 好在大雨过后 很快就看到了前来迎接的当地县太 也 当天晚上 在慈禧太后的事宜下 县太爷找来了一些衣服 让李莲英带给慈禧太后等人 有意思的是 除了慈禧太后一人是女人衣服外 龙玉皇后和锦妃等人的衣服 则全部是男人装 没办法 由于身上穿的粗衣服 已经两次被大雨淋湿 骚养难耐 且为了很大 龙玉皇后等人也不得不换了下来 所以 在一段时间里 龙玉皇后不得不女扮男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可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可以看更多责任编辑